然後呢你之前美國也要施壓 ASMO說 阻止ASMO提供中國大陸維修等等的 結果溫寧克他CEO喊話說 沒有啦 你們沒有辦法阻止我們啦 我們還要繼續 為中國大陸安裝設備提供服務 另外ASMO真的很慘 他最近股價也暴跌了 ASMO在美股 實際號 來看到一度暴跌11% 第一季公司新增的訂單36.1億歐 但是低於預期51億歐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之前的時候禁令還沒生效 中國大陸大買特買 現在不能買啦 當然跌 在去年因為 中國大陸對愛斯摩爾 下了很多的訂單 這個當然啦 某種程度也要感謝 現任的荷蘭首相呂特 他被美國壓著打的時候 他還偷偷告訴中國 你趕快來下單 趕快趁我這個禁令生效 我撐一下 所以買了很多 就變成去年的基期很高 去年基期很高 本來預定今年至少還有50億美元以上的訂單 結果沒想到基期高 在這樣訂單減少 整個摔下來 所以愛斯摩爾的股價就跟著因此而降下來 美國的我知道商務部的副部長又要動腦筋啦 他說那好啦 你中國大陸買了那麼多的這個DUV啊 那我就讓你慢慢壞 壞的不能修 讓你補散率很低 所以就叫這個愛斯摩爾 不准派人去維修 但是我還講來不及啦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的維修能力超乎你想像的 中國大陸在製造能力是有點的問題 製造光科技能力 維修光科技的能力沒有什麼問題 你愛斯摩爾來是錢給你賺的 那你愛斯摩爾來是可以讓中國大陸的 買零組部件的成本稍微降低一點 那原廠出來嘛 比如舉個例子 我們買那種進口車的經驗是說 我動不動買原廠就很貴 可是買原廠是買個安心 難道你買這個 本地土產的零組件就不能用嗎 也是可以用嘛 但這個價差都是在五倍以上嘛 那有時候為了維修關係 偶爾要去原廠換一下嘛 那現在這個美國的商務部 在關聯搞不清楚 以為中國不行 光科技本身的損壞率就不容易高 光科技要換的零組件的東西都很便宜 中國都可以自己做得出來 那只是核心部件比較難做的時候 核心部件是不太容易壞的啦 這差異在這裡 而且排除障礙 中國現在排除障礙也沒有問題了啦 對啊 所以你講這不是很無聊嗎 難怪艾斯莫爾講說 哦 裝作沒那回事對不對 我還會繼續維修 對啊 因為維修錢他賺啊 不然平常賣完了就沒錢賺了 對 要養那麼多人那麼容易啊 對啊 難怪這個艾斯莫爾最近股價很慘 因為你看受到政治的壓力的影響 第一個不能賣給中國大陸 第二個說什麼維修也不能維修 但是真的啊 你不給中國大陸維修的話 中國大陸自己也會維修好嗎 那不是問題 對 然後你卡來卡去 你會賺到什麼呢 特斯拉你看很多地方沒有辦法 中國大陸的車沒有辦法進去嘛 那你特斯拉現在又有多棒呢 特斯拉17號也是股價一度跌超過1.7% 市值跌破5000億的美元 那你可以看到馬斯克他的禁止也受到打擊哦 兩年半前是3400億的身價 現在縮水到1600億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Cybertruck我永遠知道他以前都說 這個不會成功 真的呢 現在還說他根本交不出來 還有這個延後交車時間 然後全世界還說要裁員10% 然後呢 還說中國大陸有說被裁員 說我們五分鐘就被 做好了這一切的準備 那更別說呢 他裁員是裁哪個國家 包括了美國跟中國大陸 啊中國大陸為什麼 因為你的銷售人員根本賣不動 也沒事做啊 Cyberlink被我烏鴉嘴說中 Cybertruck link是行臉 那個truck 那個卡車 被我們這個節目討論過 被烏鴉嘴講過 你從那個中國大陸GDP預言中 然後現在是這個 對對對 這個馬斯克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議員也不是預測 我是像醫生看病一樣 診斷病情 覺得這個有問題 那不管如何啦 現在特斯拉 因為沒有新的車型 然後沒有新的功能 那他雖然現在他的品質 也被認定為不錯 可是因為競爭的產品 出來了以後 他很多市場會慢慢流失 流失了除了中國大陸市場以外 在歐洲市場 在中南美市場 東南亞市場 都會慢慢流失 因為他只有高端 他沒有評價 對啊 所以這個 馬斯克自己要去想辦法 不過他現在想到 突破的辦法是說 哎呀 寧德時代 你可不可以來設工廠 我以後電池就買你的就好了 不用老是去買 韓國LG 或者日本Panasonic 整天被客戶抱怨 不好用 對 你以為馬斯克喜歡被客戶抱怨 他也不喜歡 可是寧德時代就有這個優點 比較不容易壞 所以就看著辦吧 而且你的銷售量一跌的話 然後cybertruck又出不去 對 那你很自然的 你整個股票市價就會反應下來 所以就怪不了別人 那至於財源本身 這個可能 可能也不是很適當的做法 比如你中國大陸你財源 那好你是工廠財源 還是營業據點財源 營業據點財源 我們可以理解 那工廠財源 那你工廠運作 以後品質會更差 所以給這種訊息的話 反而人家覺得 購買特斯拉意願就會降低 注意到 你自己想想看 你會去買一個 經常罷工的產品嗎 你會去買一個財源的產品嗎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消費者只要聽到那個公司 有財源 阿彌陀佛謝謝 有罷工 感謝今天再見 對不對 這個消費者的心態是這樣子的 那你現在美國也要財源 那表示美國這個拜登 跟你關係還沒搞好 這個補財的時候的電動機車 就是不補財 阿彌陀佛關係很糟 對啊 但是其實看起來 這個財源的幅度 10% 10%實在有點高 有點高 我就覺得 你馬斯克再想想吧 再想想吧 但是呢 你要調整產品 調整策略 而不是減少員工人數 對 你呢 用財源的方式 真的能救了特斯拉嗎 非常大的一個問號 因為你財源都是一個單一的 比較高端的 但全世界不是只有高端 那一點點人 這種大陸車 或者是手機 為什麼能夠工程掠地 我高端低端評價都有 好 你看 為什麼呢 特斯拉現在 跟了這個比亞迪 跟了這樣看起來 真的是遙遙領先了 比亞迪會慢慢的 這個永遠都會領先你 那尤其呢 特斯拉就被說 你現在Q1生產 大概超過43.3萬輛 但是交付大概是38.7萬輛 那就是說不如預期等等的 那另外呢 他要去求印度嗎 印度可以幫你嗎 他說要訪問印度 馬斯克說訪問印度 下週要訪問 然後還說要向印度投資 20到30億的美元 用在新建新工廠 20億到30億 蓋不出汽車工廠 那個大概簡單的組裝 還OK啦 組裝 20億沒多少錢嘛 弄不出來 但是這也算是 他對印度的好意啦 那去了總該帶人見面禮啦 但是特斯拉在印度 是有一定的銷路 都是因為印度是一個貧富不均 有錢人蠻多的 對 有錢人很多 所以特斯拉在那邊 有一定的市場 但是你要把它像在中國大陸 普及到中產階級 注意到消費者力量最強的 一定是中產階級 因為富豪還是一個肚子 還是一個屁股 能夠做的車子有限啊 但是中產階級 人的數量很多 所以印度的中產階級 一定也會對特斯拉 情有獨鍾 沒有問題 可是我吐槽你一下 印度的中產階級 不買自己印度做的東西 因為大部分的很多國家 中產階級 在自己國家的產業 起來之前 都會比較嚮往外國貨 OK 是 中國大陸以前有啊 這種現象 現在才扭轉過來啦 現在扭轉了 那你不能 你不會以個別的國家 有沒有 有啊 以前美國有這種德性啊 也都有 各國都如此 台灣更是如此 對 台灣當然更嚴重 台灣都愛外面的 不是愛台灣的 更嚴重 更嚴重 所以他到印度就說 那好 我車子在印度 坐的特斯拉 我要賣到哪裡 賣到印度 自由印度啊 可能有點障礙 賣到中國 誰要你啦 其他地方說 這是在印度做的 大概打五折吧 對 你這個印度 Made in China的手機 就已經被講說 那個Apple的手機 Made in China 跟印第亞就差很多了 沒錯 我看到Made in India 就不想用嘛 Made in China 就是品質保證 沒錯 結果你現在把車子 Made in India的話 你到底誰地方賣得出去 就說印度啊 這印度沒錯 對印度 這個會成功嗎 如果最後組裝的會成功 如果像中國整體無人工廠 做那麼零物件 全部在中國採購 那不可能 不可能 好啦 最近Made正在拼連任嘛 現在特斯拉給他帶個禮物去 也許Made老先會很開心嘛 但是呢 真的也不要中了 印度 有可能也會給你卡東卡西 到時候又摘了個大跟斗 克菲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醫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各院平衡體健康 關心時代理 時間在過程… 公平帽子 譲tó日… 是하다… 感谢观看